熱情才是一個人 畢生不會放棄的動能 應該給偏鄉醫師不是只有錢 也讓這個醫師能夠 有比較好的機會 有優先的機會 能夠回到中心醫院快速的 又增強他的功力 要改善這個人命關天的事 醫生是一個 設備是一個 交通距離是一個 制度又暈資源是一個 你那中心醫院增加了評鑑標準 什麼國際醫療 醫師都跑馬哨跑外國去 你為什麼不加這個醫療 什麼樣的遊戲規則都政府設計 政府一改變遊戲規則 馬上就整個資源就往那裡跑了 就好像我改變銀行董事長 總經理的考核 你換貸款給中小企業 過去只看金額 我現在看加速 於是突然之間 大家都在做加速 如果你只看金額 他當然只辦一件貸款給三千萬 他不肯辦一百件給三十萬 那真正中小企業 真正要起家的是那三十萬 而不是三千萬 所以每一個部位如果調整好自己的 評估獎勵項目 我現在都會往這方面跑 你那個夜市住旅館給他兩百塊 於是他為了不浪費這兩百塊下匯圈 他就去夜市下匯 結果他花匯了兩千塊 現在夜市理事長都還高興 政府應該想出這種誘因嘛 改變一下評估標準 於是就馬上就改變 這個成功的案例是什麼 為什麼不能用在其他地方 我這一次做院長我指定目標跟我的態度 方法可以一直變 我的要求是目標要盡快達到 方法不斷地變不是一層不變 各部位要同力合作向目標 不是有人向前有人向後拉 我就要求這三點 繼續衝繼續拼 國家繼續向前進